我们是预估它开始逐渐北转了哦 但是逐渐北转向我们刚才的速度很慢 北转以后往东北 在明天登陆南部 之后慢慢到后天离开 而这一段运动中 由于它的移动速度是很缓慢的 表示影响它的因素是很复杂 而我们也持续在观察 已经有巨浪情形 就是浪高有到达7到8米的巨浪现象 这长浪巨浪情形出现在 小琉球 鹅卵鼻以及东沙岛海面 今天明天两天 台湾各沿海还有澎湖 金门马祖依旧有长浪情形 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 这种风力就会越来越强劲 也请要多留意 花冬地区降雨持续 而且下雨的时间 越晚会越为增长 降雨会越来越明显 今天在台北山区 新北市 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 以及台南高雄屏东 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至于这样的降雨 在明天 我们说台风 各位的靠近 所以南部地区的降雨 会开始明显起来 而且要提醒大家 南部地区除了刚刚我们提 台风中心靠近 可能会有 致灾性的强振风以外 它的降雨在明天 甚至就是在很短时间之内 会下很多的雨 这部分请留意 北部地区也开始断去的下雨 明天各地 尤其东半部 南部的降雨 依旧是相当的显著 山陀尔台风现在的最新动态 在看到它的路径之前 现在要先告诉大家 在今天上午大家睡了一觉 已经变成了强烈台风 不只是强烈 它今年还荣登 接下来要登陆台湾 将是今年的风亡 大家如果记得7月份的凯米 当时也是强烈台风 登陆台湾的时候 它最大风数大概 每秒来到51公尺 现在要提醒大家 它现在每秒已经来到了55公尺 要挑战摩羯 也成为今年地表上最强的风亡 好 因此来看看 它现在整个向西的向量 眼睛已经来到台湾的 大概距离200公里这么远 因此这个时候 还是有机会再接近台湾 现在目前预估 最快来登陆台湾的时间点 可能就落在明天的中午左右 快一点点再上半天 慢一点点再下半天 换句话说 从现在中午时间到明天的中午 还有24个小时 它还有机会再持续来增强 目前已经会成为 今年登陆台湾最强的风亡 好 大家所关注到的 那目前呢 其实有一些地方 包括了在台南 甚至台南以北 有一些地方 怎么还是一整片空白 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 主要来看看 现在台风也刚刚提到 距离台湾还有200公里 主要最强的七夕风半径 也来到220公里 因此呢 现在简单的 大概只有恒春半岛碰到而已 最剧烈的时间点 就会从今天深夜到登陆 到明天的下半天 可能对于台南 高雄跟屏东 将会是没有任何地形的屏障 那么对平地来讲呢 最强的阵风 有机会达到17级的强阵风 这可能会破了历史记录 而对降雨来说 包括了高雄 以及屏东的山区呢 所有的银封面的雨 就有机会全部打进来 但目前雨下的最多的 就是受到整个风向的影响 好在西半部 现在有中央山脉挡住 来看看很多地方是一片空白 今天雨下的比较多的 包括了在台东的山区 花莲的山区 目前已经累积雨量 一整天超过了100毫米 但其他地方西半部这个雨势 就会随着它这个台风沿 持续往台湾靠近呢 雨势才会持续来增加 好下张图表 我们再来看看目前最新的一报啊 距离台湾呢 俄网比的南南西方 大概200公里左右 那目前呢比较好的 逐渐在北转 它的速度走越慢 对台湾越不利 但是现在稍稍的变快了 北转的速度呢 现在渐渐有接上了 这个北上的气流 已经陆续转为10公里 但最新的一报 接下来还有可能再变慢 就对台湾就稍微不利 那目前来提到呢 它是今年登陆台湾最强的风王 来看到每秒已经来到了 55公尺 由于气象署还提醒大家 它接下来在这24小时 还有可能再缓慢的增强 那另外呢 气气风的半径 220公里 也不排除有机会再变胖 那么对南部影响最大 就是距离台风也最强的 这个10级风的暴风半径 80公里 以这个目前的路径来看的话 接下来包括了在台南 高雄以及屏东都可能碰到 下张图表我们再来看看 它接下来路径将要怎么走呢 刚刚所提到的 目前它已经陆续在北转了 目前所预估的 它登陆台湾的点 包括最北可能在台南 那目前看起来在高雄 但往南边偏 包括屏东也可能 无论如何呢 接下来它越过了这个中央山脉之后 目前从路径看起来 可能从北花莲 以及宜兰的部分来出海 那目前就是稍微要小心的 因为它时速现在看起来 还是只有4公里 好 接下来呢 是目前对台风的最新动态 我们再把时间交换给晨曦啊 帮大家整理一下 民众对于台风还有哪些疑问呢 好 大家对于这个台风 这个最关心的 当然就是明天 哪一些地区有可能会放台风架 这想请也要请家 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 台风架当然要由地方政府来决定 现在大家已经都很有sense了 那今天为什么包括了花东 以及南部地区放了台风架 因为他们的风力达到标准 风力大家不断地讲 也就是至少要达到了 7级暴风圈的这个半径 或者最大震风达到10级 目前来看起来 如果最新的预报 在风力的部分呢 台中以南 在整个西半部 那么南头因为地形的影响 风没有这么大 可能也没有在里头 那另外在这个东部的话 就是花莲跟台东 那大家很关心的 那北部呢 过去原本说 七级风半径 可能全台湾都会笼罩在这里头 但他速度稍稍变慢了 因此包含了这个苗栗以北 可能要等到礼拜四的下半天 以这个整个预报的资料 看起来是比较准的 不过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标准 也就是在雨量的部分 包括了北部 在平地以及山区分别有机会 累积雨量达到八九百毫米 中部来看看 原本它不到五百毫米 现在整个都往上修了 平地来到三百 那么山区来到六百 那在南部的部分 也同样来到八百 在东部呢 当然是更惊人 有机会来到一千到一千三百毫米 雨量的部分累积的也蛮明显的 从影响的时程 我们再来看看 目前下一张图表来看到 主要要担心的就是呢 现在十月二号的部分 接下来最有可能是明天的这个中午左右 它会从这个地方登陆台湾 因此呢 它在登陆的过程当中 南台湾的几乎就会面临到的是狂风暴雨 再强调一次在平地呢 有机会上看 十六到十七级破历史记录的阵风 那么主要呢 花冬这个时候呢 还会持续的降雨 因为在迎风面 只要随着呢 它的这个暴风圈半径 越来越靠近 简单来说 从今天的深夜 明天的中午一路到下半天 南台湾一整天都会是狂风暴雨 而接下来礼拜四呢 就会陆续变到了北部 它越过了中央山脉之后呢 这主要的迎风面 就从南部变成了北部 那么北部的雨呢 会陆续陆续的持续增强 但是东部呢 一直都没有改变 不论从今天一直到明天 到礼拜四 东部的雨势会持续的累积 因此呢 现在主要来看到 东部的山区 现在不排除呢 有机会累积的总雨量 超过1300毫米 这是目前看起来 雨量累积最多的地方 那目前来看看呢 这整个大雨特报 包括了在花莲 以及台东 已经升级来到大豪雨 那么豪雨的部分呢 包括了花东 以及在高雄 以及屏东 其他呢 包括了北部 以及宜蘭 再加上台南 现在来到了大雨特报 要提醒大家 及早做好准备 目前它的暴风圈 正影响我们南端的海域 以及南端的陆地 预估今天逐渐向北移动 之后向东北 明天会在南部登陆 之后直接清洗 影响我们 我们从最新资料看到 台风中心其实在过去 整个台风运动都很缓慢 目前中心在11点的时候 来到俄罗比南南西方 在230公里的海面上 预估未来 还是会以比较慢的速度 往北 再转东北的方向 往南部陆地 前进 那目前的海上路上警报的区域 依旧 海上警报区域是 台湾东南部海面 巴士海峡 东梢岛海面 以及台湾海峡 路上警报区域则是 花莲以南的地区 云林以南的地区 以及澎湖 至于未来的路径 我们是预估它 开始逐渐北转了 然后但是逐渐北转 像我们刚才的速度很慢 北转以后往东北 在明天登陆南部 之后慢慢到后天离开 而这一段运动中 由于它的移动速度是很缓慢的 表示影响它的因素是很复杂 而我们也持续在观察 台风它实际的运动 包括它移动的速度 向北转 甚至向东北转的角度的变化 还有什么时间真的会出现这样的运动 会影响到它 比如说实际风的强度 甚至台风中心很完整 会在强风好雨的台风中心的结构 什么时候影响我们 甚至影响到它登陆的时间 以及地点 这部分我们会持续观察 而在天气方面 我们首先知道海面上风浪风浪 已经很强劲了 我们也一直在提醒大家 甚至未来 它影响这些 它会维持时间比较久 这些海面都会有8到10米左右的浪高 至于其他各海面 也有5米以上的浪高 至于在 我们也观察到长浪的现象 而且长浪现象是各海域都有 尤其已经有巨浪情形 就是浪高有到达7到8米的巨浪现象 这长浪巨浪情形出现在 小琉球 鹅卵比 以及东沙岛海面 今天明天两天 台湾各沿海 还有澎湖金门马祖 依旧有长浪情形 这种状况提醒大家 最好不要从事海面上作业或活动 海面上不只是浪增大 风也增强 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 风力更为的强劲 在明天的时候 台湾附近海面 尤其台湾海峡 南部东南部海面 会有平均风11到12级 阵风13到14级的风浪 尤其在台风中心 台风中心可能会平均风是16级 阵风17级以上 而且台风中心 未来在登陆的时候 它这比较 这很强的制灾性 强阵风的结构 会接近南部陆地 北上 这样子进不到陆地 是令人担心的 容易制灾 这部分请南部的朋友 要特别的小心 至于路上的影响 目前因为台风移动的慢 所以目前强风区域 还是出现在 蓝旅的12级风 然后台东成功10级风 恒春 桃园的新屋 有9级的强阵风 澎湖金门马祖 还有新北市花莲 有8级的强阵风 就我们的预测来说 今天下午到晚上 我们来回到第一段 今天下午到晚上 这段时间的风力大致是这样 不过可以看到 连江以及澎湖的强阵风 稍微增强到9到10级 今天晚上到深夜 金门也会增强到这样的风力 而且连台东 以及屏东 也会出现9到10级的强阵风 至于南雨 还有恒春 依旧维持11到12级的强阵风 明天清晨开始 其实各地的风力都起风了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 连台东 高雄和台南也有的强阵风 会增强到9到10级 提醒大家 我们发布陆上强风特报 今天在绿岛、蓝雨、恒春 靠近台风的地方 会有10到12级的强阵风 另外在台东、屏东 还有澎湖、金门、马祖 会有9到10级的强阵风 还有宜兰、花莲的沿海 高雄以北的沿海 也有8到9级的强阵风 但是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 这种风力就会越来越强劲 也请要多留意 再来我们看一看 台风造成的降雨状况 我们从大幅上可以看到 台风中心 台风中心周围一坡坡的外围环流 甚至本身的环流会带来降雨 其中暖色系的这种回坡路一到我们上空 就会带来瞬间的短延时强降雨 有时候时雨一样是5、60毫米或是更多 随着台风逐渐的缓慢向北移动 这样的墙回坡也会逐渐的上我们上空 就以今天来说 其实昨天下雨的地方 今天还是持续下 至于中北部地区 可能就是有些云 有些云雨 它越过中央山脉 向西会造成零星降雨的状况 所以就今天来看 推行大家今天降雨的地方 今天白天到晚上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到明天晚上 今天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花冬地区降雨持续 而且下雨的时间 越晚会越为增长 降雨会越来越明显 至于南部地区 在明天白天开始有一些降雨的现象 但是也要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 南部地区的雨就会越来越大 北部地区在明天白天以后 也开始端需下雨 那就以今天来说 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 提醒大家 今天在台北山区 新北市 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 以及台南高雄屏洞 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尤其是花冬地区 高屏山区会有局部性的豪雨 在其中 台东的山区 以及恒春半岛 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豪雨 至于这样的降雨 在明天 我们说台风更为的靠近 所以南部地区的降雨 会开始明显起来 我也想提醒大家 南部地区除了 刚刚我们提台风中心靠近 可能会有 致灾性的强阵风以外 它的降雨 也很容易出现短延 使得强降雨 它的降雨在明天 甚至就是在很短时间之内 会下很多的雨 这部分请留意 北部地区也开始断去的下雨 明天各地 尤其是东半部 南部的降雨 依旧是相当的显著 星期四 下半天 也是要看台风脱离的状况 台风在我们路上 当然它的强度会稍微减弱 逐渐的向北移动 但是我们预估要在下半天以后 可能 对不起 我把图弄回来 触控到 好 在下半天以后 在中南部和东南部的雨 才会缓和 但是北部依旧是已经封面 尤其北部的山区 还是会有豪雨 另外提醒大家 在今天 我们这种天气形态 只要台风是在南边移动 在东半部 还有南端陆地明显降雨的时候 通常中北部的天气 就没有那么差 甚至有些地方看到阳光高温会出现 我们预估今天在新竹苗栗台中 会有36度或更高的气温 我们发布了高温资讯 提醒大家 朋友要小心一些些 而至于在星期四的时候 台风逐渐向北上 北方的东北季风南下 这波东北季风 从星期四南下 星期五影响 到星期六才会减弱 在星期四南下到星期五这段时间 北部 东北部和马祖的高温降的比较明显 会降到25、6度左右 至于低温部分 中部以北 东北部 马祖的低温大约在20度21度 其他各地低温也稍微下降 大约是22度23度左右 但这低温的比较凉的状况 在星期六到星期天 就慢慢的减缓了 最后依旧提醒大家 强烈台风山坨 正往我们这门靠近 在它今天主要接近 明天登陆的情况之下 花东地区 南部地区影响相当显著 尤其台风中心 有可能会在南部登陆 在南部地区 不论是强风 台风和长浪 大家最好不要从事 海面上的作业或活动 还有行进一花东的地区 还有南部山区 也要特别留意安全 台风移动缓慢 它的路径变化 只要稍微有一些些角度上的变化 或速度上的变化 就会影响到它对我们 比较细致的对中南部 尤其是南部地区的 风和雨的预报 这部分会随着台风移动状况 还有我们所参考的 所有台风指引资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